大家早上好,礼拜三了,今天是2月28号2024年 一碰到228吗,我们这个这种台湾的所谓的外省人 我刚讲的是古老的名词啊 我们现在台湾是讲究和谐了,在哪边生的就是哪边人 所以我也算是台北人 不过呢,我们就是因为在台湾大概年轻的时候就出来了嘛 所以我们年轻的跟现在的台湾不太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台湾 就是那时候政治改革的政治转变的时候 这个228是所谓的台湾运动 独立运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世界 让这些所有的外省人,讲那一点我高中时才知道 有228,这个就莫名其妙背上这个原罪 然后还有个莫名其妙的马英九呢 每年去这个所谓的人家吐口水 他也要去参加 而且他也得不到人家的支持 所以他这个是几面不讨好了 主要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 当我们说很多这种伤害都是 但是不论大小了,一个人死了也许宣然大波 像台湾以前把军阀废掉 就是一个阿兵哥 他这个不晓得是管教过当了 还怎么样在军队被所谓的被虐待死了 整个军阀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他处置的嘛 也是宣然大波那时候的白山军啊什么的 人潮的多得不得了 所有人都说,哎呀,我们怎么能这样子 怎么能那样子啊 群众是很容易激动的啦 那228呢,实际上也是一个算是大的事件啊 可是也没有后来渲染的那样子啊 因为讲了一点看的历史啊 该什么的这种层出不穷 然后呢,人家就说死了上万人 上万人是绝对有问题的啊 因为后来要赔赏金 1000个不到就死亡的啊 可以得600万多少百万 而且还继续了好几年啊 台湾那时候假如是本省有户口的 刚知道哪个人那时候死的 就可以申请这个钱 就算你不是因为被228什么的 你都反正因为那么久远了嘛 七十六七十年前的事情 然后呢,外省很多到台湾工作的 没有户口 所以是外省大概只有一两个 而且呢,还被报告里面呢 刻意的把他的省级啊什么给掠掉 呃,那时候有很多记者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一定有死 假如你是一半一半好了啊 那边有一千人 这边一千就两千人嘛 那加上受伤啊,关起来的什么的 呃,可是呢 只要是你一提起来的 一个年轻人就热血沸腾啊 这些外省人欺负我们本省人 杀我们本省人什么什么的 实际上啊,外省人要怪蒋介石的 还应该更多了 白色恐怖那些受烂的 很多都是大陆来的 呃,他们被安上共产党 因为台湾人比较纯净啊 那些共产党都逃回大陆了啊 什么谢雪红啊什么的 而且228基本上 中共是每年祭奠的啊 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的党徒 在台湾要对抗国民党制造的一个事变啊 然后加上很多退伍的台湾军人啊 以前当日本军人的 所以当军人都很残暴 这是没有话讲的啊 我也不是说 可是你就想起那些手段 你让人再想想看 现在加沙 我们每天看以色列这些 维护他们的 就把那些残暴的景象一说再说啊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可是我相信绝对有用啊 这个听到这些不人道的措施 好,今天这个多讲一点啊 这个东西 呃,还有一些漏网之余啊 最近各国都改名风潮啊 连这个基辅 他的拼音啊 KEIF 德国 他要求德国改啊 各国改 他自己也改 可是很多大家 我们中文还好就是基辅嘛 你不要讲这个像 呃,什么地方 大家都说名字很重要 我们台北以前有一个 那个总统府前面大道改成 葛来 凯格格 葛汉大道啊 那汉城要改啊 什么的 这些等于都追求自己的文化嘛 讲了一点 一个地区的人民就是由 这种意识形态啊 什么的 当你名字来都好像有点屈服外来的文化的时候 就是这种回事啊 连基辅也是 所以乌克兰这个 所谓的呃,非常注意这个啊 呃,对了 我顺便讲一下那个 金门的事件啊 每天吵吵闹了 哎呀,真的够烦了 到处都讲啊 我,我觉得有一点 你们都不觉得没有人提的 就是那四位 海,海警人员 他们执法的 他们是什么供词呢 你检察官为什么不把四个人 单独的讲起来美能供词 所以这个供词都 没有 当你可以说侦查不公开啊 干什么啊 假如他们有另外的说法 啊,你总是可以透露 不要像那个大陆移民说 现在甚至说他们都停机了啊 没有 引擎都关了 这点感觉是不太可思议啊 那到底没有真相的一个东西 那台湾的四个 没有任何人去接触他们 大陆两个走了 你还把他放走啊 照你说是要调查清楚 要四个人跟他两个人的口供 对比了 看看真相怎么样 才做出一个记录 你说这检察官是不是失职了 是不是有政治的影响啊 就不多讲了啊 好,有一个报道啊 前几天就看到了 就说因为大陆出来的很多啊 据说是一千多万啊 而且里面很多的富人啊 外国的投资移民啊 我们也都知道 在美国非常很多富裕的人 当然了 大陆用的十四亿啊 这样子 而且最近穷的人 中产的也都千辛万苦的 走线啊 跑到美国来 当然你那个人数也是几万人而已啊 也没有说那样子 可是有人就说 比以前增加了五百倍啦 几百倍 以前是据说 现在二十多万啊 我想没有说 忘记了 有个数字啊 看起来很吓人 然后这些人呢 现在还居然就是有欧美的报道啊 说他们这些人用这些微信啊 微信啊 微博的时候啊 都感到一丝良意 因为中国大陆的管制很严格 所以他 而且呢 还有几个异议人士 做YouTube 做这个 X平台上面 很多追随的粉丝吗 他说 这些粉丝有很 这些大 大逼啊 我们叫 就讲说 他们的粉丝啊 很多都害怕 都 因为他们很多翻墙的 讲那你 你在大陆翻墙 在某方面 已经是 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啊 我们讲严格的这样子讲 当然我是觉得 你的自由 他们不应该管那么多 可是他用这个法来办理 你有什么办法 那至于说 已经身在美国的 外国的欧美的 也有一些人 很担心 因为他们平常讲话都很小 像我在那边 常常被一些网友啊 提醒啊 据说一个群 你的言论 这个会让我们遭到麻烦 请你不要放了 那我当时就不放嘛 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都很担心啊 那这个 讲了一点 这个心理上的畏惧 那你在外 我不晓得 你在美国 连我们台湾的 我有很多朋友 都很怕 说这个 他就不敢回大陆嘛 因为他们在网络上 对中共是 口诛笔法 哎呀 我觉得 假如以这个方法来看 就跟台湾以前那些 你是当黑名单 不能回去 可是 你就担心被抓起来 这个也是 有点 这个烦恼 不要真的假的 好吧 昨天法国总统说 这个北约 可能会 不排除派兵 去乌克兰 其他国家都反对 一个德国总理修志 说北约 不会派兵 他这个讲的 其实也只是说 不排除嘛 也没有说要派兵 所以这个 你要说北约 把这个战争 提升到那个高度啊 而且现在北约也在俄国的边界 一直演习嘛 所以你说这种药武扬威 这种挑衅 你都记得北韩 以前我们当时觉得 北韩每天 无敌取捞 后来发现 美军跟韩国的 现在还有日本的 各种大规模的演习 演习在某方面 就是示威嘛 这个 人家怎么会怎么反应啊 拿拳头在你的眼前 晃来晃去的 昨天美国的初选啊 密西根 他们是一起选啊 所以川普跟拜登都得胜 而且川普胜了很多啊 川普好像百分之六十几 那个 哈利百分之三十都不到 不过哈利 他是要等那个 下次很多周了 一个Super Tuesday 还是什么的 那 拜登是个引游啊 因为密西根 很多人就 有部分人就说不投给他 他他百分之八十几啊 他只有他嘛 还有一两个 名不经传的啊 然后还有很多人是抗议票啊 这个 所以他 不过他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以色列的事情啊 被 被拉着 牵着鼻子走啊 他已经 我觉得他已经在努力了 可是人们一定还是 把账算在他头上 假如川普的话 搞不好就派兵去帮以色列了啊 好 昨天白宫和国会的领导呢 这个 共和民主都有啊 他们 一直到着讨论这个三月八号 只要关门 这个礼拜五啊 他一定要提议案 只有两三天了嘛 据说他是蛮乐观的 说政府不会关门 讲了一段的 临时通过一个 让他再次又 又延三个月 可是你 你的感觉上 就是一个政府到达这种 阶段啊 那些研究政治注册 应该好好去研究一下 看到美国的军人啊 军队要裁员两万四千名军人啊 国防部发的 好像大部分是陆军还什么的啊 很多托诊部队 也要好几千人什么的 我不知道这个 裁军是怎么样子 这些人 工作啊 各方面啊 还有他的军力会不会削减啊 国现代军队都是科技战啊 你的本身的 这个真正的操作员 是不是大概也受到AI的影响 或什么样子 好 另外有一个报道啊 不止一个中国 一个外国的经济杂志的 都讲啊 美国两个总统 拜登跟川普 别的都很不一样 制裁中国是目标一致 拜登也没削减 川普的制裁的力量 川普还说 他当选了要把关税 弄到百分之六十 有个报告就说 对不起总统先生啊 你们这些政策都没有效 因为他有个统计说 政府公布啊 说这这几年 减少了一千亿的 中国的产品进口 那人家别的军机学家 不要从哪边资料 就说实际上 他们增加了三百亿啊 所以你怎么会差距这么多呢 哪个人对呢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 我们很难求真相 我读了半天 那个文章也很长啊 里面他不要资料吧 我没有办法追究到这么细啊 因为这个很仓促的 不管怎么样啊 那还有一个 当然就讲中国的 比如说造船业 各种各样的检讨啊 什么的 就说你可以前置他 可是你终究 已经跟他关系这么多了 而且他说那些出口啊 很多都是把半成品跑到越南墨西哥 这个装配的时候再运到美国来 所以你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 因为中国这么巨大的制造 这个世界厂工厂的一个地位啊 那同时另外看到一个南华早报 他引用了一个交通大学的教授 他对中国的造船业的一个评估啊 基本上他说是中国的造船业力是美国的速度啊 是美国的200倍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来的 因为也没看到 就是我们看标题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假如他误导 也许就不 我相信他应该有 有有就能写出来 就表示有这个search啊 然后他就检讨 他说啊 大陆现在最有两个东西是很多科技没办法获到啊 虽然他有做 可是受到外国的钳制 假如欧美再来制裁这个 他是一个是LNG 就是那个液化瓦斯的那个运运瓦斯的船 不是因为以前是油管输器嘛 现在要用液化瓦斯啊 那个船都很特殊的 里面很多科技 中国虽然造 现在那些都是仰仰赖外国的技术啊 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豪华邮轮 中国最近才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游客的邮轮嘛 这个邮轮呢 里面还有很多 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太了解啊 他说门鼠 这个都是高科技的 中国这方面还没有办法发展做很好的 还有里面怎么样子共餐啊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很多相关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很成熟 所以即将来外国假如要禁止的话 他们这些力量就少 我想那个运瓦斯的是比较重要了 那个邮轮讲的一点是游乐的 不过目前他是蓬勃发展就是了啊 你看那个青岛造船 我以前以为是大连啊 青岛也是不得了 那个船屋那么大啊 看到法国有个小的AI公司啊 被特别报道 他叫Mistrel 法国国人 法国人跟英文是基本上很大不同嘛 不过呢 他说法国的自己产生有五六个这种年轻人 很厉害啊 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数据啊 语言的什么的 他们也发展的 可以跟这个 AI的美国那个 GPT的什么的相抗衡 当然是一个大小虾 一个大 一个大 大卫队巨人一样的啊 可是这些公司目前只有25个人 可是他们得到了微软公司的投资啊 然后他们这里面的东西有他特殊的 他们说说AI公司啊 不会像以前要以大取胜 要是以这个主义啦 跟这个发展的这个东西才 才是真的啊 这个法国他说他们都是本地学校训练的 他们的科技学校啊 看到以色列啊 准备征召这些正统犹太人啊 因为他们这一个犹太人说 因为就是要每天练经的 他们就免服军役啊 现在兵员不够了 他们又征召了30万人啊 什么的 以色列当今要将快三年啊 两年以上 不管怎么样 他们就 内唐雅胡呢 他的有些人就要 国防部就提这个案子 那这些正统犹太人 都最支持内唐雅胡的 所以内唐雅胡也有一点这个隐忧 他现在是号称嘛 只有他能够让以色列得到胜利 所以他就继续让他暂时的总理啊 看到苹果放弃这个发展这个电动车啊 这个是很难 竞争很多啊 那他们也花了上亿的缘啊 Google常常出事嘛 Google他那部车子好像也是依照检讨 看到一个有点八卦了 泰国啊 这个Miss University 是被一个泰国人啊 给买下的 他是从川普手上 两千多万吧 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呢 隔了不多久 他是2022年嘛 2023年就宣告快要破产 这个财务有问题 因为有一个几千万的贷款 什么还不了之类的 然后最他后来在刘奥里又办了一个选美大会什么的 他这个Universal不只是最后一次啊 世界这样选举 每一个国家也都有 他也爆发一些丑闻啊 他就有一次跟一个男的讲话啊 什么被人家录影下来了 里面就对这些不同族裔 就是很有种族歧视啊 我没有听这个 不过这位变性人的翁的啊 长得也看起来也蛮漂亮 泰国人变性人都是都很有样子啊 他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说那个是他的朋友啊 泄露出来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也让他有一点新闻嘛 像他上次在亚洲区的选举啊 越南啊 有个越南的小姐就完全知道 这个他们有机制问答嘛 都知道问题 所以就被人家说都是内定的 然后他亚洲区的也是 很多人就说他是有内定的 我们这个选举不公平 这个我们就继续观察啊 好 中国通过一个国家保守秘密法啊 这样就是讲那一点 这个我昨天报道 新加坡各地都在搞啊 就是你对当地 他找一个借口就可以帮你抓 抓起来啊 还看到一个中国的那个消防员啊 他说上次不是南京大火吗 好像是一个自行车电动 在那边充电 他说第一个啊 你尽量不要在家里面 放在外头充 第二个呢 你不能用改造的电池 而且那个充电啊 当你充完电 你要插手拔掉 因为那些电车的那些电池啊 一直热热热热热 到时候突然就爆炸 看那段影片触目惊心啊 大家注意一点 最后讲这个娱乐界的 Teliswit他在亚洲 大概只有日本跟新加坡 日本他已经演完了四场 现在要开六场 他这个在日本啊 带出上亿成亿万的收入啊 就是我们叫做他这个演唱会叫 世纪Aero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争取 台北也争取嘛 没有争取到 然后在新加坡 他新加坡呢 就掀起一股热潮 同时你看啊 我还看了一个最有意思 泰国总理还很酸啊 他说新加坡付给他 每一厂有两百多万美金啊 我说他说这个 我那是本来以为是 是是是美金 结果后来换成美金两百多万 都是酸的钥匙 可是他有六场啊 让新加坡各行各业 旅馆业 餐仪业 各种各样都是 如火如荼啊 一个人 他34岁吧 这30多岁 唱了20年左右啊 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真的是 叹为观止啊 这个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下次演唱能够 到别的城市 他说蓝亚只有他嘛 所以他这么样厉害的人 怎么能这样子呢 好就这样子 再聊 拜拜